我今天所講的訊息是講到 本人,即是我們自己的需要都靠著主得到滿足 這個主題是幫助我們處理每一個人去到哪個程度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人是會受我們自己的需要影響的 這個訊息的來源,那個啟發點 就是有一個心理學家叫做馬斯洛·馬斯洛 他所講的,我們不要以為心理學跟聖經無關 其實心理學正式來說應該就是了解人是怎樣的 而了解人,因為神創造人 所以心理學所講的,其實聖經一樣有講的 聖經一樣有講到人是怎樣的 這個講到人的五大需要其實是很真實的 在聖經也有講這件事 但他不是用這個方式去講出來 那有什麼好處呢? 大家可以拍攝的 亦都可以,其實你如果給電郵 我又將整個PowerPoint傳給你的 即是你想收到這些PowerPoint 我全都可以傳給你的 好了,講到這個五層是很有幫助 因為我曾經幫了很多人 很多人來找我們釋放、討過 我發覺很多人停留在一些位置 覺得沒有人愛他 沒有人沒有歸屬感 覺得別人不看重他 覺得自我形象很低,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很多人就卡住這個位置 所以不能夠發揮 因為有講到五重的 即是人有五重的需要 當然這個是一個心理學家所講的 他所講的都是根據人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審查 這些就不是絕對的真理 但他講到每一點人有這些需要 這是聖經也有講到的 聖經也有講到人有這些需要 不過這樣的分析 在我來看 我發覺是對於我們幫助人很有幫助 了解人是怎樣 和了解我們自己是怎樣 我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 我們講到第一層 就是所有人最基本的需要一起讀 藍色字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心理需要 即是說這個人 比如他需要吃飯、喝水 這些是生理需要低的 環境的安全 這個就是講到 環境的身體 他講到的身體 或者工作 或者社會 他的財物的安全 即是人都需要這些安全 第三就是被愛和歸屬感 就是他覺得被人所愛 和歸屬一個家庭 或者是教會 或者是一班朋友 然後下一個就是 被尊重自我形象 就是被人看重的 即是說我們需要有人看重 如果那個人去到哪裡 都沒有人要他 他沒有被需要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自己是很空虛的 然後第五層就是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什麼意思呢 這裏我寫了一些出來 藍色的是大部分的人 而紅色的是我加上去 即是說在神裏 提升了之後的那個層次 就是自我實現什麼呢 能夠創造成就感 解決問題 實現夢想 很多人都很想這些 然後最後這個 就是在神裏 真的說我願意跟從主 給我紅燕 這五樣東西我想說 有些人說 是不是真的這樣 第一 是不是人都需要吃飯 比如你明天有沒有飯吃呢 家裏有沒有飯呢 有沒有米呢 以前呢 中國人現在很少了 米缸經常寫過什麼字 經常寫過常滿 現在沒有人寫的 因為多數人都有飯吃 所以就不會寫常滿 但是如果當你沒有飯吃的時候 你是會很緊張這件事 有沒有飯吃有沒有水喝 譬如忽然間沒有水喉 水喉沒有水 忽然間水喉沒有水 整個街所有的店沒有水賣 那些溪水沒有了 你會不會很害怕呢 或者馬上 不知道怎麼辦 這是人生理的需要 基本的需要 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而下一個層次 就是環境的安全 就是說 譬如說 忽然間 銀行宣佈你所有的存錢 全部沒有了 你會不會有些震驚呢 那些全部的銀行 全部都沒有了 或者 忽然間出街 沒有了地鐵 沒有了巴士 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環境不安全的時候 什麼人都會恐慌的 那這個就是環境的安全 包括你做工啊 你的家庭啊 各方面的 那下一個就是被愛和歸屬感 如果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愛你 是會覺得孤單 雖然我們覺得應該是不被人影響 但是 如果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看重你 你走到哪裡 沒有人望你 沒有人招呼你的時候 的確 是會覺得非常孤單的 那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我不是叫你依靠人的愛 你是依靠神的愛 但是同時呢 我們都建立同人的關係 以至同人與人之間有愛的關係 這個才是健康的人生 如果這個人只是依靠神 但是他全世界去到哪個地方都沒有朋友 他又沒有他關心的人 又沒有人關心他的時候呢 他是會覺得很孤單的 對不對 還有 歸屬感 就是說 他沒有一個地方 他覺得好像回到家 你在家裡歸屬 或者回到教會 你回到教會 你回到教會的感覺都是覺得 這個地方 整班人熟的 整班人認識的 你會覺得很舒服的 如果去到教會 去到十年都沒有人跟你招呼的 好像個個都不認識你的 還當你是新人 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沒有歸屬感 你有歸屬感 你自然會想投入去參與一些的 侍奉 一些的工作 在家庭都會的 好了 然後被尊重 以及被需要的意思 這個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人體重你 第二就是你體重自己 這兩方面 在這個學術來講 就是自己看到自己是更加重要的 是高層次的 第一個層次就是 被人體重 因為體重不是一定要尊你 是很高的地位 就是很簡單 祖神 這個已經是很尊重 就是會見到你 會招呼你 看著你的眼睛 這個是一種尊重 如果你去到那個地方 沒有人看你的 你進來沒有人看你的 由你進到出 你都沒有人看你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 為什麼會這樣 或者你跟別人聊天 他是看著地上跟你講話的 或者你跟他講的時候 你一直講 他一直跟別人講話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覺得不被尊重 是會覺得困難 其實聖經裡面 都有很多 講到這些不被愛的人 若失是一個例子 被人不尊重 大衛的詩編都講了很多 他的敵人怎麼對他 講到他裡面受的傷害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人必定有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自我形象 這個是我們看自己 你會不會喜歡你自己 是你自己 因為我喜歡的我是他 是他便好 我是他便會 他便會 讓人順利很多 最壞 我生出來是我 我不是像別人這樣 這個就是自我形象 覺得自己寶貴 不重要 自己沒有價值 這個是自己看的 有些人 這兩樣可以不對稱 例如 有些明星 他為什麼會自殺呢 那些人每個都覺得很厲害 但是你想想 那個人真的會去自殺 就是我們想到一些明星都是很出名的 為什麼他會自殺呢 就是他覺得他已經走到絕路 無論他是感情上絕路 或者被人 就是有人不要他 或者他失望 或者受傷害 無論是什麼都好 他是覺得我已經沒有價值繼續生存下去 沒有意義繼續生存下去 所以會自殺 其實是很慘的 就是人去到那個位 如果你想想 你是 有一群人很寬理你的 就是有一群人很寬理你的 是很少會自殺的 有一群人是寬理你的 你去到那群人很開心的 這種人是很少會自殺的 通常自殺的人 他是沒有什麼朋友的 是沒有什麼人看重他的 他是被人傷害的 那時候 或者是跟人關係很疏遠的時候 他才會想到自殺的 所以這些都是 人的需要來的 跟著下面最後那一步 其實每一步都需要你 有前那步才到下一步 雖然有例外的 就是有些人在 生命都有危險的時候 都可以委身 為什麼呢 因為他完全依靠神 就算我生命有危險 就算我沒有東西吃 我都一樣榮耀神 真的可以有人去這個程度 但是他去到這個程度 一定是他覺得有被神所愛 被神看重 天國是重要的 而且他覺得在天國裡面 神是看重他 這是最重要的 可能有些人 真是為主受迫伯 是沒有人特別看重他 都未定的 可能那些人看重他 不是跟他在一起的 譬如可能遠路 他現在被人捉了 他被殺了 但他會堅持被殺 因為他堅持我是被神看重 以及這班人都看重我的 如果基督徒 他純粹是神看重他 神愛他 是世上沒有人愛他 其實有幾方面的 第一方面 對這個人和神的關係 是好 健康還是不健康呢 如果那個人和神的關係健康 他一定會祝福人 愛人 愛人的時候一定有一些朋友 他不會全世界一個朋友都沒有 當他對人好的時候 也一定會有些人對他好的 所以第一就是他生命的問題 第二 到底這樣的人 即是他完全跟人的關係沒有的時候 這個人 他能不能夠有 真的有力量 是完全依靠神呢 我們看到一個人物 在聖經裡面講到的人物 就是施世若翰 施世若翰 好像看上來 他真的 好像沒有什麼人去 去抗野 就叫人們悔改 好像他不是有個家庭 他有父母 不過他又跟父母一起住 可能很年輕就已經去抗野住 但有一件事 你留意一下聖經講到 約翰的門道去問耶穌 他也有門徒 他也有些人跟他 那些人聽了去悔改 也有很多人去受洗 這些人都是他的支持 他不只是一個人在做 但沒有人支持他 聖經另一個人物 看上來真的很少支持 以西建 以西建先知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神要他躺在一個公開的地方 躺在右邊、左邊 是代表以西列猶大 他受迫白的日子有多長 他是要躺在一個很長的時間 他可以說他真的很孤單 以一個普通人來說 真是極度極度的孤單 到底他有沒有人的支持呢 我自己 聖經是沒有特別記載到 有些什麼人對他有支持 我不否定人可以從神 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因為以西建先知 他的屬靈的經歷是很強的 他被404為帶去的 他去很多地方 他看到天上的異象 他在世上講得很清楚 他是跟神的靈界很接通的 他第一 他跟神有這種極度高度的關係 他在世上 似乎看不到很多人 但我相信當時 也有一些忠心的以色列人 聽神話的 他會是欣賞這個人的 但我不是說不可能 有些人真的很困難 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他都是願意跟從神 不過我所說的就是 普通情況之下 一個人如果我覺得 避愛和歸屬 他是很難存心的事 他很難向前去 為什麼這麼多人 我們來到福士祈禱 他說什麼 哎呀 家人不要我 哎呀 他們對我不好 哎呀 我回到家沒有歸屬感 我回到公司 有人不喜歡我 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用 沒有價值 當他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很難去到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就是 你的夢想能夠 向著這個夢想去 凡是侍奉的人 你想有力 你一定要去到第五層 如果你只去到第三層 經常都覺得不被愛 你侍奉一定缺乏力量的 你經常覺得不被尊重 又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的了 這樣的時候呢 你很難去到自我實現 有力量侍奉神的 一定是他整個生命 深信神的愛 也都在他侍奉的時候 他祝福到人 以至他自己有得祝福 他自己有力量 所以我就問一下 你 你在哪個位置卡住 哪個位 你現在你覺得 你得不到的 我相信 在香港的人 有食有住的了 第一行 多數人都應該得到的了 已經看你肥皮白白的 第二個環境的安全 我想大部份都有 有小部人可能工作不穩定 可能有經濟有些危機 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 可能都有一些 但起碼你都是有得吃的 現在都不是沒得吃 這個擔心死了 將來會不會沒錢呢 但是到下一層 實際很多基督徒過不了這個關 因為他覺得不被愛 問題就是 你覺得不被愛 不被尊重 或者你自我認識很低 有沒有得醫治 我這次就講到 如何得醫治 以至你可以去自我實現 因為一個人心裡會說 好 我願意將生命給耶穌 我願意放一切向前去 他一定在裡面處理好 他自己覺得有安全感 我是重要的 我是寶貴的 他才能夠向前去 如果一個傳道的人 經常都覺得 唉 沒人聽我說 那也沒用 浪費氣 唉呀 不停地說就算了 那他根本就不相信 他所說的說話 好了 那這裡我想說的就是 英文這句說話 Bottlet neck 瓶頸 每一個人都可能有瓶頸的地方 覺得不被愛就是瓶頸 那些自我形象很低 沒有用就是瓶頸 就是任何地方瓶頸 那個地方就塞住去不到 這一條大水喉 很多水過 怎知道去到一個位 好像這個圖 或者右邊這個圖 有些東西塞住得很少過 這個阻塞的就是難了這個生命的發揮 所以我今天想大家反思 我們有什麼位卡住了 針完十六章二十二字一起讀 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處緣 愚昧人必被愚昧情治 就是你愚昧這個位卡住 這個都是屬於愚昧 愚昧不只是你IQ低 不是你的思想低 而是你不懂得處理生命 以致被生命的影響 這樣的時候就會收到這個後果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做一個瓶頸人 但事實上我們見很多人都是瓶頸人 我們求主幫我們 能夠放下 首先你要知覺你哪裏是瓶頸 先看完我就知道自己哪裏是瓶頸 你知道哪裏是瓶頸 那個位置就要處理了 有些人可能說 我都 很多都鬆鬆的 鬆鬆的都不夠鬆 都是塞塞的 我怎樣可以更加去得盡呢 好了 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容易去得那麼盡 其中原因就是他要求不高 大家有沒有聽過草莓一族 草莓一族是什麼呢 是形容其中一個名詞 形容時下的青少年 當然這個字眼我們不會說 所有的青少年都是這樣 是有些草莓怎樣 就是strawberry 外面很靚 不過裏面是脆弱的 它裏面很靚 又很追求很靚 不過當他一被人罵 被人要求 達不到標 他就很快受傷害 就是趕到這一種生命 有很多現在時下的 就是我們成年人 很多小時候都被父母罵很多 但是好像又很硬 但是現在的人罵可能受不到的 就是他內心很脆弱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他們那麼能夠向前去呢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 他對各方面的要求不高 他有吃有住就行了 譬如戴德森來到中國 他起初來的時候是孤單來的 但是他孤單來的時候 他知道會 他不會得到很多 他想要的東西的 他不會得到很多 很多在中國的人 會馬上接入他 其實他是憑信心 去到中國大陸 去到中國的 在他未去中國之前 你看大家新傳 他真的是聰明信心 他說 如果我在英國不能夠用信心去生活 我去中國怎麼可以有信心去生活呢 他就把他的錢奉獻了大部分的錢 就是用很少錢來生活 他說我一定要憑信心去生活 我才能夠去到中國 我才能夠繼續投信心去生活 他有一些句說話是很出名的 他說如果我們一千磅 他們的英磅 中國應該有了 如果我們有一千條命 中國可以有了我一千條命 他說不是 不是中國 是基督可以有這個命 因為我們為他所做會不會太多呢 不會太多 我們為他做多少都是不夠多的 這個就是戴德森的 他其實在中國帶來很大的開路 叫福音能夠在中國摘根的其中一個人物 就是戴德森 他是付出很大的代價 他來到中國 他扮中國人 就是扮中國人 穿中國人的衣服 跟當時的宣教士是不同的 當時的宣教士 有些人來到好像皇帝那樣的 他是做平民的 他穿普通人的衣服 另外就是 美國去非洲的宣教士 Heiley Baker 你看看 他隨時拍照 和黑人的小朋友 抱著一堆女 有很多人 看到他們坐在地上 全部都是泥 去的那些聚會都是 很多時候都是泥地 不是石屎地 地是骯髒的 但他會去到這地方 和小朋友 和很骯髒的人一起 他亦都到外面街 去找一些孤兒回來 他修養很多孤兒 他就是 內宗出去找一些孤兒 然後帶他們回來 開始孤兒院 然後就訓練他們神學 然後就訓練他們做事供人員 那這個就是 Heiley Baker 他就是 去到的時候 他沒有多少錢 他就是能夠放手 他將他的 他不是要求很多的東西 他就是在神面前放手 我不要求很多 來到神面前 神就大大洗龍 他 德能修女 大家都會聽過 他都去到印度 即是古大的犧牲 這些人 其實他去到的地方 都是很貧窮 他不會說要求 是 比如說 吃得漂亮 睡得好 比如很明顯 其中一樣東西 洗手間 會不會很乾淨 一定不會很乾淨 去到這些地方 都不會很乾淨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是要求不高 但是他們 心靈裡面 因為有神的力量 所以一個人 他看生命 我 是不是很厲害 我是不是一定要得到很多東西 那時候 他就容易過很多 他容易開心很多 但如果 那麼臭 怎麼可以 大家都不要我 都沒有反應 講聖經又不反應 不去 下次不去 當人要求人的時候 都沒有人愛我 教會應該愛人 為什麼沒有人愛我 當他看人要求的時候 他會失望很多 為什麼有些人很難接受愛 和有健康的自愛形象 大家看看這個圖 這個代表什麼 負面思想 半杯水 只有半杯茶 只有這麼少 另外這個 就是情緒化 情緒掌控生命 有些人是情緒掌控生命 我今天不like 我不想去 因為你來不來教他 今天不想 沒有心機 為什麼你和他拍拖 我喜歡 就是完全是他情緒 他心中意就喜歡 另外有些人是怎樣 自我為衷心 什麼都是說我的 我要什麼 我要什麼 我的問題 我的傷害 有些人跟你聊天 他一直說他的問題 一直說 全部都是他的問題 這樣的人 他不會有多少朋友 因為有些人聽聽 這個對他不好 那個對他不好 一直說下去的時候 他的心裡 注目 全部在他身上 這樣的人是很難 過到這個朋友的關係 他是很難有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就問神 耶穌幫助我 看下我的內心 我們自己看下我的內心 在哪個位置 現在我會用經文 和用不同的意念 去幫助大家 生理的需要 醫食住 睡覺 各樣生理上的需要 聖經 在馬太福音六章八字 一起讀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而先 你們所需要的 你們的父祖而知道的 聖經說 神知道 神會供應 神會幫助我們 還有 提摩太禅書六章八字 也講到一個 一個低要求的生活 一起讀 只要有衣有食 就當之俗 就是我有衣有食 很多在貧窮的地方 人見到你 覺得你是有錢人 但是你穿的衣服這麼漂亮 那又什麼漂亮 普通衣服 他那件衣服可能穿了 那些小朋友 有些地方 小朋友都沒有穿衣服 在街上走來走去 香港的小朋友 今天看到那些 Mannings Baby まんning 有一間賣給baby 全部賣baby的東西 那些店主要賣baby的東西 嘩 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babye是從街跑來跑去 他們就是生存在貧窮狀態 当我们说我有衣有食 有得吃已经很好了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满足 但是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是会有困难 有困难怎么办呢 如果这方面有困难 这个是修补的方法 这个理论没有说修补的 这个讲的只是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 这个修补第一 因为神是供应的 第一是信靠亲近尊重神 这个就是主要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怎样去跟从他 就是信靠亲近尊重神 又信靠神必供应 神一定会供应的 于是放下重担 有时有些人会告诉我 我现在经济会有困难 有些人会有这个困难的 首先就是我们亲近神 因为知道神会供应 我遵从神 神会帮我的 那我就放下重担了 然后怎样去提升呢 就是提升到能够有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工作能力 一起读 建立内外健康 然后提升处事能力 提升工作能力 内外健康是怎样的呢 就是不是外面的健康是重要的 因为你上班 如果你的人很弱 人家看到你觉得 哇你做工行不行啊 你会不会做到一会儿了呢 这个外面的健康 内面的健康 他interview的时候 他特意找一些话 如果他是找一份重要的工具 他会特意找一些话 去看看你能力 就是承担到压力 他会特意可能阻止你 特意被一些情况困难 甚至会激怒你 看你激怒你是不是即刻爆炸 你一爆发 这个人就不用承担了 他们会用这些方法 这个是想能够容易找到工作的人 一定他里面有一种平稳安静 当他请我 为什么他会侄我呢 他侄我不是代表我失败 不是代表我死了 不是代表我没有价值 我就去了解 他觉得这个人这么厉害 你侄他都不受影响 他还在那里了解 为什么他能够有这种定力 譬如我都鼓励人去跌工 你不要只想我要见到那份工 你看到公司 看到那些东西 关心他 欣赏他 你开口跟他说 老板我欣赏你 我留意到你有些东西 做得很有条有理 这间公司真的很好 如果你见公司时 你会懂得这么说话 那些人会说 你这么厉害 你又观察你 那个老板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会说 老板你真的很懂得问问题 你认识我这些问题 你认识我这些问题 你认识我 你可以认识我 但如果你观察到他某一些强项 你观察到某一些强项 你能够看到他 欣赏他 他问你一些很指明的问题 仔细的问题 就是代表他有这个智慧 因为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才会看到这些人 并且能够回应 刹鞋呢 即是说你是无端把事去刹鞋 我们不要被一件事害怕了 那些人就害怕了 我不能够欣赏人 这个不用被人害怕了 那样东西是就是 他有好处就欣赏了 他会觉得你闭你的眼睛这么明 这么够胆讲笑话 这是一种自信来的 就是你建立了这种处事的能力 建立了处理事情 处理人 还有工作的能力 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呢 他只是懂得做一件事 就是掃地 或者他懂得洗碗 懂得做一些很简单的工作 再做一些工作他做不到 这个就是 就是当我们真的在生存上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去问一下自己 我怎么去提醒自己呢 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建立内外健康 然后我里面有平安喜乐 我搞定自己 我就可以找到一份新的工 一份好一点的工 如果你现在这份工不好 你就建立自己有信心 有能力从神而来的 有喜乐有信心 这样你就不怕去运工了 但有些人真的很难找到工 为什么呢 他建工的时候害怕了 这个就是生命 他生命的果子就会怎样了 环境的安全 可以包括 他的生命的安全 健康 工作 家庭 财富 道德稳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忽然间已经发觉 现在香港廉政公署 乱烧龙 捉错人 乱碰素人 那你说 为什么现在香港的道德不稳定呢 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不公平 人是会觉得不稳定的 诗篇145篇20节 一起读 耶和说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神说保护他一定会保护 但是这个说保护哪些人 爱他的人 你跟从他 圣经讲到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一切加给你 你爱神 神会保护你的 诗篇16篇6节 用承量给我的地 介坐落在皆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这个说到 大卫说 神用承 就是他那时候用承 不是我们有这些远赤 或者现在有些是用方法 射一些光 过去 就可以计算到几远距离 那时候不是用这些 是用承量度 神量给我们 是落在皆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就是他觉得 神给他很好的 所以他很有安全感 就是神给他安全感 譬如好像 约瑟 他给他们割出 带神量给他的地 是落在皆美之处的 好了 如何修补呢 如果环境不安全 有什么办法呢 一起来读 第一 同神得帮助 照顾自己和环境 你可以做得的 你就去照顾了 有些地方可以照顾的 譬如你家庭 因为吵架 所以准备破裂 又要离婚了 那你就修补了 如何医好家庭 有很多人呢 上教会就很好 但回家又会吵架 或者是冷战 那这个呢 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 没有照顾好自己 后果可能有一天 忽然间离婚 可能忽然间 对方有外遇都可以 这些就是我们没有照顾好家庭 好像种花 花圆 你的花圆没有整好呢 那些狐狸就有力 咬烂你的东西 你的花圆可以乱门的 那我们的生命都一样 由我们照顾好自己 和我们的环境 有问题处理了 这个是另一个大题目 我们详细说 如果家庭有问题 我们生命有问题 我们要处理的 你想处理环境的不安全 一定我们要处理 我们生命的问题 接着一起同 求助 接受意见 然后接受未能过 这些问题 上面就是正面的处理 后面呢 有时候要求助的 有些事情是我们 处理不了的 我们可能要找政府部门 有些部门去帮忙的 或者找一些基督徒帮忙 或者找教育帮忙 他提议呢 你就看一下 那个提议好不好 但是这些人 他听了就好 那个人不走的 那我们听了我们走出来 那我们就能够改变到了 譬如辅导的人告诉你 那你那个婚姻里的危机 你怎样处理啊 那你听到你去处理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步了 接着呢 的而且有些环境的困难 你现在家里的家人 你未必改变到他 你现在老板他不好 你未必改变到他 有时我们需要接受 不能改变的问题 这个是人生必有的 因为世上是有困难 但是呢 有困难是否代表你要 你要整天不开心呢 不是哦 你可以一样有充满喜乐 你不良的 好了 第三呢 就是很多人会卡住的位置 被爱和归属感那里 在友谊 家庭 教会 群体 就是任何群体之中 以赛书46章4节 一起读一下 直到你们发白 我仍遗差 我以造作 有必保保 我必埋保 有必拯救 这个经文很好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 以赛书46章4节 说到神如何照顾我们 直到我们发白 祂都依然常怀抱我们 神已经做祂的创造我们 祂又会保保我们 一直拯救我们 神是会拯救和抱住我们 这个经文是说到神 抱住我们 所以首先我们跟神有安全感 还有爱 我自己在我信主之后 其实我都受迫迫过 在我家受迫迫 但因为我知道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真的 我就坚持 无论人是什么对我 我都坚持在神里面 我就发现 第一 就是我不受人影响 第二 我依然对祂好 慢慢改变了我的家人 他起码对我的态度 改变了很多 还有当我持祝福人的时候 我就会有很多朋友 我去到哪里都有很多朋友 我事乎知道是有果效 这个都是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有避爱和归属感 就是我们必定要付出代价 一个人永远都是要人关心他 他不会有很多朋友 他经常说你不关心我 你不关心我 我都见过不少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都说教会不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我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关心人呢 但是有些人关心人都没有用 他又不会对我好 我们不是要关心他 他会立即对我好 我是继续关心 有可能有些人会对我好 当我们持续的时候 总会有人对我好的 首先我们在神里面有安全感 第二我们的生命有平安有力量 然后我会祝福人 然后我的生命因为有周围的人的支持 最重要是神的支持 我的心就会平稳安静 其实一个传教的人 如果他一生传教都没有人信耶稣 他整天都很信神的爱 一生人帮人都始终跟人是距离的 始终不能够拉上关系 始终不能够帮到人的 你想想他的安全感 他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呢 他是会动摇 为什么呢 耶稣是不是真的会着 是不是真的做工呢 所以我们自己都要审查我们内心 到底我们生命有没有被处理好 以致我们事务没有可效呢 我们求耶稣给我们有力量 好了 这里是说了一堆烂的事情 亦都是我常见的问题 很多时候常见的 难阻被爱和有归属感的因素 有什么难阻呢 其中一个就是不能接受人的罪性 看到人的罪性就很大反应 很生气、很不喜欢 不断地说到人的不好 这是第一种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好朋友呢 是困难的 看到人的罪是没有问题的 看完之后是怎样的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的原因 不过人人都是罪人的 我都是罪人的 那我看到是怎样的 是否代了他要落地了 不是的 神就是救罪人的嘛 所以我心里觉得我不需要计较 我不需要计较人的不好 但是我接触过一些传道人 他会时时讲的都是说 那些教育有什么不好 他什么不好 他什么不好 他心里面有很多苦读 而走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讲那些人的不好 就是他跟人聊天 就是因为我有时听回来 就是我不是想听 其实就是在我侍奉的时候 我曾经以前受过伤害是怎样的 就是原来他们两个人 就整天讲这些东西 跟着就传给我 批评我的东西 批评别人的东西 就是他有可能用一个熟灵眼光 都说所谓熟灵眼光 我就看你不口信 我就两个讲了 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方法 人总有他的软弱 这个是不会建立的 但是我因为我深信神的爱 那时候我坚持捉住神的爱 是神一定在我身上有奇迷的计划 那我一路一步一步 是越来越放倒的 越来越得胜的 在我得胜之后我就说 就是我自己都说 我决意不会做这样的人 我不想去令到人受伤害 我不想令到人觉得被排斥 第二就是粉细执组 粉细执组的人能不能够 很有历史梦神呢 这个世界真是坏 坏人多过好人 其实那些什么人说好 其实他是假的 这个粉细就是根据好 有些人说 的确是很多人是假的 的确是他要交代的 那我就帮他 我帮了多少 我帮多少呢 这种能够接受人的罪性 而不给影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见到最多人 觉得困难的地方的 就是接受不了人的不好 我都试过周围有不同的女人 他们说了都是说 谁人不好 尤其是说那些女人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这类的说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想你都一定有机会听到 他真的很喜欢 就是说来说去这些 其实是 有没有作用呢 是没有作用 其实他越说 他越觉得枯干 越觉得无力量 也都是破坏性的 不珍惜关系的 就是说觉得呢 其实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好 是很好的 有些人会说 我们去教堂 有些人关心我 那有没有人关心你 有没有一个人关心你 那他关心你 你就多谢他 你见到他你就多谢他 其他人你都见到他 都对他好 其实什么人都对他好 那么你身色 有任何一个人对你有好的地方 都是一种很大的礼物 我常常都说是很大的礼物 譬如我太太对我真的很好 我觉得是很大的礼物 我也都有一些人所做的事 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 我的心就很感激的 就是你当中有些人 你不要说 牧师你就记得有些人 不要这样想 总之有些人曾经做过有些事 特意 我不是叫你这样做 不过有些人会想到我 有些人觉得对我帮助 就会告诉我 有些人觉得是 譬如有姐妹送点汤给我 我觉得是很甜的 非常好的 这种爱心的表达 我觉得这些不是必然有的 不是必然有 有是礼物来的 有是珍惜的 就是珍惜有些人对我们这麽好 珍惜人会对我们这麽好 就是有些人为何他始终没有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珍惜 另外就是对人会情绪化 会很容易不开心 这些都是令到那些人成为孤立的人 你有没有认识到那些人到上一年纪 又没有朋友 又不开心 又家庭又有问题 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然后随意破坏关系 随意发脾气 随意骂人 或者是对人不关心 谁谁不休 有没有认识过这些人 不断说来说来说 自己多数都是困难的 只是说自己的需要 还有对人高度要求 他又没有做什么 他又要做什么 他应该要控制性 曾经有本书 我看过他说到有疑 他说你控制你的朋友 你要看着他走 譬如你说 你昨天为什么不找我 你找了谁 为什么你不帮我 为什么你不找我 为什么你不打他给我 他开始觉得 我和你做朋友 我要记住什么时候打给你 很大压力 但是当你打给他 他说很开心你打给我 我们会欢喜 但是为什么昨天没有打给我 他人就会觉得不开心 这些是颇多人 其实你可以拍下来的 如果你没有拍下来的 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 真的很多人 就是不同的事 这只是一些例子 好了 怎么修补呢 第一 我们从神有满足 神的爱有满足 所以我在神里面有满足 自爱是很重要的 因为自爱的人 先会觉得 和人相交有信心 还有我是宝贵 人都是宝贵的 有些人以为 其实对于人和人之间有这样的看法 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 我是宝贵 你是宝贵 这个就是健康的 第二 我是宝贵 你是没用 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是宝贵 你是没用 这个其实是 就是踩低对方的 第二种 我是没用 你是宝贵 有些人说 那就是宝贵 这个是宝贵 我是没用 你是宝贵 但其实不是一定的 当一个人 经常觉得他自己是垃圾 他的行为 他都会有意无意 就会显露出他的智恋 还有他的不开心 他的不满 他会觉得 你可怜我而已 你对我可怜我 你不是真的爱我的 他会有这种的想法 然后第四种就是 我又是垃圾 你又是垃圾 这种的婚姻 也很困难 或者这种关系很困难 一个人越是觉得 自己的垃圾没用 他的生命 一定是 都差不多变成垃圾 但如果你说 我是宝贵的 人也是宝贵的 就算他有问题 他也是宝贵 神也是爱他 神也是祝福他 这个就是一个 很正面的看法 你都能够正面处理 所以自爱很重要 珍惜每一个关系 又建立 珍惜之后建立 原意去聆听 不要只说你自己 聆听对方 关心他 愿意帮助他 又付出爱 付出 不要紧要付出 你不付出 是不会有好的关系的 一定是付出 一定是付出代价 一定是帮助他 而且有时有些人 不受影响 为什么呢 有些人就是 这个 这个 被人影响 结果他没有人 觉得被害 他觉得有些人 为什么 我丈夫 或者我太太 是这样 他是这样 你已经跟他结婚 他不肯改的时候 永远都执着 他为什么是这样 他心就受伤害 但是我们可以 放手的 有时我们一样对他好 但是放手 就是不给他影响 第四 就是被尊重 和自己 看重自己 一起读 有任何成就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 尊重要有成就呢 这个是说到 人看到我们的成就 这个成就 可能包括自信心 关心人 都是一种成就 不是一定事业的成就 就是说 被人尊重 是必定 这个人有些好的质素 或者可以说 有好的质素 人才会 看重 就是通常 我除了父母 父母 你怎么样 他都会爱你的 但是普通人呢 他是看到你的好的质素 这样的意思是 就是有好的质素 被人尊重 和看重 自己看重自己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别人会 周围的人会觉得 你是有价值的 对我们是重要的 这件事是必然有 有个原因的 比如你会来 听我说的讯息 就是觉得 帮不了你的 你才会来的 如果帮不了你 你两三下就已经走了 就是说 都是一样 有一种影响人的力量 为什么有些朋友 你会和他一起呢 必然我的朋友 是对他有些好的影响 有些好的地方的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人总是有一些贡献 这个贡献 就是这个人要建立的 如果这个人 永远都是烂泪 一劈 永远都是很惨 很凄凉 这样的时候 那些人和他一起 都是怜悯他 关心他 就是他本身 都有他的表现 在人来说 是一定有这样 跟神都 神的爱是无条件 但是呢 这个人如果没有跟从神 一样神的爱 不会留在他身上的 他一定是愿意跟从神的 所以都是这个人的生命 必定有改变的 《诗比亚839-16》 我未成年一体质 你的眼祖而汗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来到一天 你都写在你的赤上表 就是神已经写了赤上 写的时候会不会写 这个人又没用 又蠢又懒 又失败又离婚 结果是写得惨淡 神会这样写呢 神是会写好东西 不过很多人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 因为他没有走神的路 神给我们是非常好的 这里讲 如何修补被尊重 或者自我形象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想人被尊重呢 首先就是珍惜人的尊重 就是有人会尊重你 祖神 那你就珍惜他 叫你祖神 都是一种 就是他一种尊重来的 他会盯着你的眼 跟你说话 这是一种尊重来的 我们珍惜他 珍惜神看错我们 人看错我们 神看错我们 还有呢 这个呢 就在神里面了 没有人看错我 我自己都是宝贵的 虽然没有人看错我 我生命都是宝贵的 然后呢 建立自己的能力 这个 自我形象 都一定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说 一个人他一世都是懒泥 一批 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宝贵的 他一定 他的生命是有建立的 不会说一世人都是 以前那么蠢 现在又那么蠢 又没有改善 以前浪费时间 现在又浪费时间 以前是不帮人 他很难会对自己 有健康的自我现象 所以他建立自己的能力 或者他的生命 他会尊重人 善待人 又建立同人的关系 就是说 他首先 从人 不是 珍惜人 和珍惜神 和自己在神 获得多安全感 又建立他的能力 又对人好 和人有关系 这样就变成了 人就会看错他 上面就是说到 处理他自己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珍惜人对我好 珍惜神对我好 然后我珍惜自己 下面就是建立人对我们的 那个体重 我建立这个我的能力 或者我祝福人的心态 我有善待人 尊重人 建立关系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更多人对我们更好 这个都是 就是说 如果我们觉得不被人尊重 好像没什么重要性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这个都是可以建立到的 可以一步步建立到 成为一个更加有建设性 更加处理到生命 有些人已经进入了负数 例如有情绪问题 有很多困难 跟人相处有问题 你今天来到这里 仍然不会太迟 你仍然可以改变 就是问题你愿不愿意改变 有些人到老到死都不改变 就是我都在我侍奉 这么多年 我都见过有些人 他一路 他结婚之后 跟家人关系不好 离开 很孤单 做工又做不到 去拿中门 很凄凉 经常都负面 经常都很多问题 接着有病 接着人就过去了 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生人都是 家人、朋友、做工 自己的自我生命 都是在浪费的状态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相信大家不在这个level 但我们不只是这样 我们提升到一个level 就是我们可以医好这些问题 并且真是说 每天都说 我是被爱的 我是重要的 我有归属感 因为我祝福人 在你祝福人的时候 你有归属感 那我又 人家看到我真的帮到人 我又看到我自己帮到人 我心里面是很健康 很开心的 这样做人呢 是不是开心很多呢 其实是不是很难呢 你开始珍惜每一个人 你到处有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呢 你有你就珍惜那个人 你不要说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珍惜你 好了 然后接着去自我实现了 一起读一下 能创作 成就感 解决问题 实现梦想 跟从主目标 就是有这个创作的能力 因为人能够去实现到 他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因为以上所说 就可以说 这个人能够生存得健康 如果只是生存得健康 我们人是不觉得满足的 人不是只猪 猪就有一只吃 就已经很满足了 他不会追求 他要做些什么特别 猪能够做到的超级的东西 但是人呢 是觉得人生不是 只是有食有住的 我们是很想能够 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 能够创作 做了一些东西出来 是人家没有做出来的 创作不是一定是人家做不到的 而是 起码我自己真的靠着耶稣 做了一些东西出来 有成就感 能够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有些人很难解决问题 就算很少问题 都不懂得解决的 实现梦想 那个梦想 有些人梦想之后 我只是做到 给人看 但如果我们梦想 我愿意我的梦想 是你的梦想 是真的 去祝福不同的人 最后这个 跟从主的目标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肯走神的路 以致 本来 比如有个人 我很想做医生 我很想成为一个成功人物 赚很多钱 但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因为爱耶稣的缘故 我愿意成为一个祝福多人的人 我愿意成为一个宣教的人 一个全教的人 就是说他放下他的自我 到全教 有时我就想建立一个大教会 但是可能神医生说 你现在放下这个大教会 你现在去服侍那些 很贫穷的人 这个就是 肯不肯他放下他自己的 自己立的目标 而走在神的目标上 《高龙道前书911》24节 你不知在场上 赛跑的都跑 但得掌上的自有一人 你不得当者跑 不叫你得掌上 这个经文说到 我们在场上赛跑 跑的只要一个人掌上 你跑的时候 你就会跑得很快很快 我们其实在侍奉 可不可以这样的生命呢 就是我跑尽 我尽量可以做到多少 我就做多少 难做我们能够自我实现的因素 就是什么呢 生命有樽颈位 就是我所说的 爱呀 自我形象 那些有樽颈位 或者是情绪 有负面的思想和情绪 无爱无归属感 低的自我形象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只是看自己需要 我需要什么 这都是樽颈位 这些是难做的 不关心神无天国 也是很难发挥到的 不可能发挥到的 应该说 没有接受训练 你有心 但是没有接受训练 也是做不到的 其实是 我们时时都会训练 给大家粗练 希望大家增加时间 然后 有些人训练了 又不敢踏出 你训练了 踏出来就去做 我认识很多牧师 都是经历圣灵的 他又知道圣灵 经历圣灵好 不过他不敢走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走出来 他就怕那些教友 觉得他很奇怪 我曾经有些不同的传途人找我 他们就看到 说圣灵观众很好 我又说给他们怎么做 但是他们不肯在教堂自己用 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难用出来 或者那些人会抗拒 就是够不够胆了 平信同学都见到很多经历了 但是没有用出来 大家够不够胆用出来 够了 有 有 有 希望大家真的走出来 然后呢 另外难阻就是 事梦的心态不好 这些都是难阻 因为 世界上最好的计划 就是神的计划 人的计划总有差错 但你走神的计划 一定没有差错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走今生我活一次 用什么方法呢 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最好的 如何自我实现到呢 第一建立跟神亲为关系 一定跟神的关系才可以有力量 第二处理自己的樽脚位 有什么樽脚位 接着领受从神来的目标 接受训练 做眼前可以做这个第一步 眼前有谁能帮他 你就帮他 接着呢 珍惜机会去发分生命 有什么机会你就会增值 譬如我们去短孙 我们每个星期一 四五时的时候 服侍祈祷 你回来操练 你操练 你慢慢就会提升 越做越熟练 你帮一个人 你开始帮得 咦 发觉 差不多的 你帮了几个 十个二十个 你发觉其他人都很相似的 然后呢 当你帮一群人的时候 也都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那当你试着做一点 你就发觉你可以绝对提升了 其实不是很难很难的 好了 嗯 稍微 嗯 下一点呢就是说愿意放下自我自己的方式来自我实现 因为有时候人有自己的方式 愿意放下自己的梦想 因为有些人的梦想 我就是要做了一些叻给人看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基督徒说 他说我们要侍奉神 不过都要在世上成功 他觉得我们侍奉神 不过我都要追求 都要追求世上的成功 我不是说他一定错 不过这个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态 我又要侍奉神好 我又要在世上赚到钱 让别人看到我 他赚到钱 即是有一种同时有一个双重的目标 他自己的梦想实现 还有接受神谦卑的安排 如果神要你做一些谦卑的事 好像你走下这一图 这个小朋友帮一个 不知道身上有什么问题的小朋友 即是你愿意做一些这样的事 神是很喜悦的 当你愿意做的时候 还有很重要是用神的方式 不是自己的方式 这个是一个高度的实现自己 即是自我实现 就是说 用神的方法 不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如果我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总会带一些骄傲 有骄傲就难了 有骄傲就是怎样呢 你用很多苦工 很多苦工建立 接着你就会觉得 我比较聪明 但其实当你觉得比较聪明 你会把自己一路拆 你有没有试过堆那些什么山 castle 就是堆 砌 一些木 即木 或者一些山 起 然后有个人 一脚就踢了 那你觉得 哇 有没有搞错 浪费了 但是有很多人的侍奉 是浪费了 因为他一路建立的时候 他要被人看到他有多厉害 他要被人看到我做得多好 他要跟人比较 这样的时候 他一路做是一路拆位着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就说 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今天到今天 是神改变我 是神将我更新改变 所以我今天能够做到这些事 希望大家都是有这种心态 而不是说 而不是好像 我要达到 譬如我曾经有聚会 呼召的人 你愿意为主做什么 有个人就说 我愿意为主做大的聚会 很多人来听 一万人来听 我都听到神 你是想做你的事 还是做神的事 你是想做大的聚会 好了 那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希望我们大家都是 内心充满喜乐 饱足有喜乐 主里面有自信 因为有神的缘故 自信是没错的 如果在神里面 谦卑的自信 全心发挥 是不是很漂亮啊 诗篇九十篇十四节 求你使我明早早饱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明一生一世 欢呼起来 一生一世 真正的满足 耶稣说 你们当负我厄 学我药 识者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心里面享受的方式是怎样呢 当负耶稣的厄 耶稣叫你做 你不要用你的方式 用神的方式 神的方式是比我们的方式的 是不是 神一定比我们的方式的 很多倍的 你不给神用 神就做很大的事 自己做呢 神的方式是很辛苦的 并且有些人很努力 但做到人都残了 但你用神的方式就充满喜乐 神的方式就充满喜乐 我们再想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想一下我们 我想多数人都 就是多数人 第一、二层的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被爱和被归属 归属感 会不会这件事 你觉得 没有人爱我 没有人看错我 有种孤单感 我们要处理的 因为你有孤单感 你的人就没有平安 就没有力量 然后你说 神的爱我 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 发挥而大 不过不要紧 你开始关心人 那你就感谢神 我今天为主耶稣 我关心这个人 这个都是给我们力量的 这个归属感 都是我们一方面信靠神 一方面我们建立出来的 我们被爱 我们都祝福周围的人 真的关心他 记得他 为他祝福 我们有祝福人的时候 就会带给别人 和我们有更好的关系 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个归属感 也会加强的 还有我们尊重人 看重人 人也会尊重我们 我们的自我认章 也会更加提升 我可以帮到人 但不是很支持自己 我能力给你看 我能力比你 不是比较 而是每个都一齐能力 相赢 我赢 你又赢 这样的时候 人就很正面 就帮助我们 这个人会说 行了我做到了 但是真的觉得有安全感 什么时候测试到呢 你被人说的时候 你不介意 无所谓 被人拒绝的时候 不要紧 我做着神的功识 起源我 我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 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不要紧 有时有些人一失败 就很不碰 被人拒绝又很不碰 全父母失败的时候 也会很伤心 但我们说不要紧 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七岸天父求你今天 医治我们的心灵 如果我们心灵里面 有觉得不被爱 没有归属感的时候 求你帮我们深信 耶稣就在拥抱着我们 爱着我们 耶稣现在就跟我们一起 耶稣就告诉我们 有我爱你就救 有我爱你 你就可以有满足 就有力量 就可以改变 你就可以开始爱人 当我们越爱人的时候 我们就越得到人的爱 我们就越平安起落 虽然有些人没有好的回应 但是我们继续爱人的时候 神起源 也都一定有人起源 主耶稣求你 医治我们的内心 的伤心 失望 如果我们有负面的 求耶稣我们医治我们 让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负面 释放出来 让我们看的东西是正面的 整天都看到神一定帮我 神一定为我开路 神一定有出路的 神一定提升我的 主耶稣有帮助我们 看到是你 看重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有健康的 自我形象 我们是非常宝贵 是神特别简选的儿女 我们是有非常宝贵的身份 我可以为神做更大的工作的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看重我们的生命 也都能够建立 我们的事逢建立 我们的生命建立 我们祝福人的能力 以至别人都看到我们的爱心 别人就会接纳我们 别人就会更多人去尊重我们 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在神里面 处理这些不被尊重 不被爱的感觉 让我们深信 我们都是宝贵的 我们是重要的 哈利路亚 我们就踏出来 我们就放下自己 让神你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路亚 神愿你的名得着荣耀 愿你兴起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 完全得医治 得释放 多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对 哈利路亚 今天小姐你回去 你回去再检讨 留意当你得不到这些事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有 还有我怎么开始计划 如果你可以写出来 或者录音录出来 可以估计给我 作为功课 估计给我 估计给我 别人不爱我的时候 我有这些反应 我可以怎么处理 我怎么开始不被人影响 我怎么可以建立我的自我形象 能够建立 去爱人以至人 更加容易 和我有相关的关系 在你周围 起码有没有一个人对你好 有 那你就对那个人更加好 有那么多人 可以来关心他 你越关心人 你发觉 其实你关心人 总是有人欢迎的 那你就越来越看到自己的重要性 那希望这个信息会改变 你也发掘你的樽颈位 主题 本人的需要靠着主被满足 我们今天所讲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 人如果被爱的感觉 不被满足 你从来没有人爱你 你从来没有归属感 你的内心会有很多伤痕 伤痕的时候 你根本发振不到 你的生命发振不到 所以一定是被转满足 满足之后 接着你都可以主动地去发挥你的生命 以至你可以建立更多爱的关系 以至你可以被爱 你可以尊重人更多 所以你更加被人尊重 还有当你祝福更多人 你的内战的形象更加提升 就是等你这样来到被医治 又不发挥出来的 另外呢 在被爱和威胁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 都说自己没有自信 他经常都没有自信的 其实可能在自信里面 最势名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不感觉到被爱 或者自我形状扭触了 所以他就经常都觉得自己没有机会 是的 其实都是一个流的 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建立自信呢 就是为了自信去做出来呢 第一就是他觉得在神里面 我们也有说到这个被爱 我是被神所爱的 我是很宝贵的 是归属在神的天国里面 我是重要的 也都是我的自我形状被提升 我可以自我形状被提升 在神里面 但我也都建立我的能力了 建立的能力 是必然是经过尝试和失败 不怕去尝试 很多人就是不够胆 因为他有个心态 从小时候被人恋开 就是说 你失败了 你不合格 就是很失败了 但是这个观念 是令到很多人却步的 但是总之你努力 你今天进步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有困难 你今天有进步 现在已经很好了 就是说 这五个层次 其实当我们做一层 去检视自己的时候 在哪里觉得自己有问题 我们就去处理 处理之后 最后的结果 就是到前后的神院里面 跟着主要目标 定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很足 是 过程都一直满足 被爱又满足 但这就不是最高层次 去到自我实现成 我人发挥的时候 满足是最大的 是 其实我们在辅导上有些人会觉得 很开心 或者自己 经常都觉得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层次 是 但是不过很多人 你不能一次 他们是误导的 你可能被爱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们今次是训练 所以我们很快就说了 但是很多人 如果在不被爱的状况 你说很多次 他都不会觉得被爱 他要真的感受到爱 他才开始觉得被爱 但是因为他这个层次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他会清晰了 帮着他 人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基本的 是的 如果我们被爱了之后 去解决问题 去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方向 去靠主 都可以成功 是的 这个图的好处 就很简单 原来人都有这些需要 当你有这些需要满足的时候 这个人就觉得很充实 由里面到外面都充实 这里不是只是说到里面内心的 而是你真的有这种能力 要发挥出来 要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我应用的 他本身 他只是说人有五种需要 我从他应用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向着去走 人就会由里面到外面满足 他人就会前一步成长 但是我们都告诉人 这个是一步步的 譬如很简单 你有没有觉得一些被爱 在团体有没有觉得一些被爱 在罪会有没有 有觉得 那好了 已经有些爱了 是不是跟以前不同了 有进步了 感谢耶稣 那你又开心 原来我有些朋友 我在教会里面都有些朋友 虽然那些不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都有些朋友 为到这个而感恩 那你有没有觉得被尊重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用重 觉得自己是有个宝贵 是宝贵的 有觉得祝福人是好的 就是由这些一步步变了 他好得不能够 他现在我明白 好了 我现在被提醒 他是要一步步 逐步逐步去帮他 看到 咦 你已经有了 你就看着你有的 你就感谢神 大家都是 看着你有的 就不要说 我要去到最高的那步 才成功的 你有稍为进步 感谢主 我今天进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